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奉上帝旨意 蒙照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同弟兄所提尼 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女成圣 蒙照作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愿因为平安 从我们的父上帝 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 因上帝在基督耶稣女 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付足 具有各种口才 各样知识 正如我为基督作的见证 在你们心里得以兼顾 以至你们在恩赐上一无欠缺 切切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热 他也必兼顾你们到底 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无可指责 上帝是信实的 他呼召你们 好与他而止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共享团契 弟兄们 我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说话要一致 你们中间不可分裂 只要一心一意彼此团结 我的弟兄们 家来是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你们 算你们中间有纷争 我的意思是 你们各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阿波罗的 我是属基法的 我是属基督的 基督是分裂的吗 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 我感谢上帝 除了基利斯布和该游以外 我没有给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施洗 免得有人说 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的 我曾为施提反家施过洗 此外我已记不清 有没有给别人施过洗 因为基督猜显我 不是为施洗 而是为传福音 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论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哪滅亡的人是愚绝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是上帝的大能 就如经上所记 我要摧毁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 民事在哪里 这世上的便是在哪里 上帝岂不是以使这世上的智慧 变成愚绝了吗 既然西人凭自己的智慧 不认识上帝 上帝就本着自己的智慧 乐意借着人所传愚绝的话 拯救哪些信的人 犹太人要的是神职 希腊人求的是智慧 我们却是全被钉十字架的基督 这对犹太人是半脚石 对外邦人是愚绝 但对南洪照的 无论是犹太人 希腊人 基督总是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智慧 因为上帝的愚绝 总被人智慧 上帝的软弱 总被人强壮 弟兄们啊 上一上你们的梦照 安着人的观点 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地位的也不多 但是 上帝拣选了世上愚绝的 为了使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为了使强壮的羞愧 上帝也拣选了世上悲賤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一无所有的 为要废掉那样样都有的 使凡有血肉之躯的 在上帝面前 一个也不能自夸 但你们得意在 基督耶稣女是本乎上帝 他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 成为公义 圣洁 救赎 如经上所记 要跨要的 该跨要主 哥林多前书 第二章 帝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言大致 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傲秘 因为我拿定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想知道别的 只想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我在你们那里时 又软弱 又惧怕 又战战兢兢 我说的话 讲的道 不是用委软智慧的言语 而是以圣灵的大能来证明 或要使你们的信 不靠着人的智慧 而是靠着上帝的大能 然而 在成熟的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今世的智慧 也不是今世有权有为 将要灭亡的人的智慧 我们讲的 是从前隐藏的 上帝傲秘的智慧 就是上帝在万世以前 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智慧 这智慧 今世有权有为的人 没有一个知道 若知道 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 钉在十字架上了 如经上所记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只有上帝借着圣灵 把这事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照样 除了上帝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而是从上帝来的灵 为使我们知道上帝把恩赐 上给我们的事 我们也讲说这些事 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 而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 用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 然而 属灵的人不接受上帝的灵的事 他反倒以这为如绝 并且他不能了解 因为这些事 唯有属灵的人才能领悟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 谁曾知道主的心 谁会教导他 至于我们 我们有基督的心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弟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还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 你们在基督里紧是婴孩 我用奶喂你们 没有用饭喂你们 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 就是如今还事不能 因为你们仍是属肉体的 你们中间有质度 纷争 这岂不是属乎肉体 照着世人的样子生活吗 有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有人说 我是属阿波罗的 这样 你们你们岂不是和世人一样吗 阿波罗算什么 保罗算什么 我们都是上帝的执事 借着我们 你们信了 这不过是照着主给各人的恩赐去做罢了 我栽种了 阿波罗销贯了 唯有上帝使他生长 可见栽种的算不了什么 销贯的也算不了什么 唯有上帝能使他生长 栽种的和销贯的都是一样 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劳苦 得到自己的报酬 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同工 而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典 好象一个聪明的公投 立好了根基 必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各人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 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银 宝石 草木 和佳 再者根基上建造 各人的工程必将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 有火把他暴露出来 这火要试炼各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能保得住 他将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将损失 虽然他自己将得救 他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难道不知你们是上帝的电 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 若有人毁坏上帝的电 上帝一定要毁灭那人 因为上帝的电是神圣的 这电就是你们 谁都不可自弃 你们中间 若有人自以为在今世有智慧 倒不如 变为如绝 好成为有智慧的 因为 这世界的智慧 在上帝看来是如绝的 如经上记着 主使有智慧的人 中了自己的诡计 又说 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 因为他们是虚妄的 所以 无论谁都不可夸耀人 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 或保罗 或阿波罗 或基法 或世界 或生 或死 或现今的事 或将来的事 全是你们的 然你们是属基督的 基督是属上帝的 哥林多前书 第四章 人应该把我们看为基督的执事 为上帝的奥秘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 是要他忠心 我被你们评断 或被别人评断 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 连我自己也不评断自己 虽然我不觉得自己有错 他也不能因此判为无罪 审断我的事主 所以 时候未到 在主来以前 什么都不要评断 他要召出暗中的隐情 揭发人的动机 那时 各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 弟兄们 为你们的缘故 我拿这些事 应用到我自己和阿波罗身上 让你们从我们学到 不可过于圣经所记者话的意思 免得你们自高自大 看重这个 看轻哪个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所有的 有哪一个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你们已经饱足了 已经腐足了 用不着我们 自己就作王了 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 若我们也可以与你们一同作王 我想 上帝把我们作使徒的明显地 列在末后 好象定死罪的囚犯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气 及世界 天使 获众人观看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 成为如注的 你们在基督里 赌视聪明的 我们软弱 你们赌强壮 你们有荣耀 我们赌辟藐视 直到如今 我们还是又饥又渴 又赤身露体 又挨打又到处漂泊 并且牢碌 亲手做工 被人咒骂 我们就祝福 被人迫害 我们就忍仇 被人委托 我们就劝道 直到如今 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蔚 万物中的渣宰 我写这些话 不是要使你们羞愧 而是要警戒你们 好像我所爱的儿女一样 虽然你们在基督里 有无数的导师 他没有许多父亲 因我是在基督耶稣女 用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 我求你们要效法我 因此 我以差提摩泰 到你们那里去 他在主里面 是我亲爱和忠心的儿子 他要提醒你们 我在基督耶稣女 怎样行事为人 在各处各教会中 怎样教导人 有些人以为 我不到你们那里去 而至高至大 但是 主若准许 我会狠快到你们那里去 我所要知道的 不是那些至高至大者的言语 而是他们的权能 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言语 而在乎权能 你们愿意怎么样呢 要我带着棍子到你们那里去呢 还是带着慈爱温柔的心呢 《歌临多前书》第五章 我确实听说 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 这种淫乱 连爱帮人中也没有 就是有人和他的继母同居 你们还自高至大 你们不是该觉得痛心 把做这事的人 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吗 我人虽然不在你们那里 心却在你们那里 好象亲自与你们同在 我奉我们主耶稣的名 已经判断了做这事的人 你们聚会的时候 我的心和你们同在 你们借着我们主耶稣的权能 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 使他的肉体败坏 好让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 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好的 你们不知道一点面教 能使全团发起来吗 既然你们是无教的面 要把旧教随静 好使你们成为新团 因为我们如月节的羔羊 基督已经被杀 牵为祭生了 所以 我门来守这节 不可用旧教 就是不可用恶毒 邪恶的教 只用纯结真实的无教饼 我先前写信告诉过你们 不可与淫乱的人交往 此话不是凡子这世上所有行淫乱的 或贪婪的 勒索的 或拜偶像的 若是这样 你们非离开这世界不可 但现在 我写信告诉你们 若有称为帝兄的人 确凝犯淫乱 或贪婪 或拜偶像 或欲骂 或醉酒 或勒索 这样的人不可跟他交往 就是跟他吃饭都不可以 因为审判 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 教内的人 岂不是你们要审判吗 至于外人 有上帝审判他们 如经上说 要从你们中间 把那邪恶的人赶出去 哥林多前书 第六章 你们中间有彼此争吵的事 怎敢告到不宜的人面前 而不告到圣徒面前呢 你们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若世界要受你们的审判 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者最少的事吗 你们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何况日常生活的事呢 既是这样 你们若有日常生活中当审判的事 会让教会所兴看的人来审判吗 我说这话是要使你们惭愧 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 能审判弟兄中的事吗 你们竟然有弟兄去告弟兄 而且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 你们彼此告状 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 为什么不情愿受冤屈呢 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你们反倒去冤枉人 规附人 况且所冤枉所规附的就是弟兄 你们喜不知不意的人 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 不要自弃 无论是淫乱的 拜偶像的 奸淫的 作恋童的 亲蓝色的 偷舌的 贪婪的 醉酒的 欲骂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从前你们中间也有人是这样 但现在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 已经洗净 已经成圣 已经清二了 凡事我都可以做 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以做 但无论哪一件 我都不受他的核制 食物是为土福 土福是为食物 但上帝要使这两样都毁坏 身体不是为淫乱 而是为主 主也是为身体 上帝已经使主复活 也要用他自己的能力 使我们复活 你们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 我可以把基督的肢体作为枪技的肢体吗 绝对不可 你们岂不知道与枪技九合的 就是与他成为一体吗 因为主说 二人要成为一体 但与主联合的 就是与主成为一灵 你们要远备淫恨 人所犯的 无论什么罪 都在身体以外 唯有行淫的 是得罪自己的身体 你们岂不知道 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上帝以来 住在你们里面的 而且你们不是属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 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上帝 哥林多前书 第七章 关于你们信上所提的事 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 但为了避免淫乱的事 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人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丈夫对妻子要尽本分 妻子对丈夫也要如此 妻子对自己的身体 没有主张的权并 权并在丈夫 丈夫对自己的身体 也没有主张的权并 权并在妻子 夫妻不可分略对方的需求 除非为了要专心讨告 再两相情愿下暂时分房 以后仍要同房 免得撒旦亲近你们 情不自禁而隐忧你们 我说者话是出于容忍 不是命令 我愿众人像我一样 但是个人都有来自上帝的恩赐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那样 我对未婚的和寡妇说 他们若能维持独身像我一样就好 但他们若不能自制 就应该嫁娶 与其欲火攻心 倒不如结婚为妙 自愿那已经结婚的 我吩咐他们 其实不是我 以示主吩咐的 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若是离开了 不可再嫁 不然要跟丈夫复和 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我对其余的人说 是我 不是主说 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 妻子也情愿和他一起生活 他就不可离弃妻子 妻子有不信的丈夫 丈夫也情愿和他一起生活 他就不可离弃丈夫 因为不信的丈夫会因着妻子成了圣结 不信的妻子也会因着丈夫成了圣结 不然 你们的儿女就不结正了 但现在他们是圣结的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开 就由他离开罢 无论是弟兄是姊妹 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 上帝照你们原事要你们和睦 你这作妻子的 怎样知道不能够你的丈夫呢 你这作丈夫的 怎样知道不能够你的妻子呢 无论如何 要照主所分给各人的恩赐 和上帝所照各人的情况生活 我在各教会里都是这样规定的 有人受割礼后财蒙照 他就不必除去割礼的记号 有人未受割礼前蒙照 他就不必受割礼 受割礼算不了什么 不受割礼也算不了什么 只要紧守上帝的戒命就是了 各人蒙照的时候是什么身份 要维持这身份 你是作奴隶时蒙照的吗 不要介意 要能获得自由 就争取自由更好 因为 蒙主夫照的奴博是主所释放的人 蒙主夫照的自由之人是基督的奴博 你们是宠家买来的 不要作人的奴博 弟兄们 你们各人蒙照的时候是什么身份 要在上帝面前守住这身份 关于未婚女子 我没有主的命令 但我既蒙主怜悯 作为一个可信靠的人 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 因然这样的艰难 据我看来 人不如安于现状 你已经有了妻子 就不要求摆脱 你还没有妻子 就不要想娶妻 你若娶妻 并不是犯罪 未婚女子若出嫁 也不是犯罪 然而 这等人会遭受肉身上的苦难 我宁愿你们免受这苦难 弟兄们 我是说 时候不多了 从此以后 那有妻子的 要像没有一样 爱慕的 不像在爱慕 快乐的 不像在快乐 救买的 将一无所得 享受这世界的 不像在享受这世界 因为这世界的共勉 将要过去了 我愿你们一目挂累 没有娶妻的 是为主的事挂累 想怎样令主喜悦 娶了妻子的 是为世上的事挂累 想怎样让妻子喜悦 于是 他就分心了 没有出嫁的 和守独身的女子 是为主的事挂累 为要身体和心灵都盛结 已经出嫁的事 为世上的事挂累 想怎样让丈夫喜悦 我说者 是为你们的益处 不是要限制你们 而是要你们 做合宜的事 得以不分心地 对主忠誠 若有人认为 自己代他的女儿 不合宜 女儿也过了 会分年龄 他可以随意处理 不算有罪 让两人结婚就是了 倘若有人心里坚定 没有不得已的事 并且由得自己作主 心里又决定了 不让女儿结婚 这样做也好 这样看来 让自己的女儿结婚固然是好 不让她结婚更好 丈夫活着的时候 妻子是受约束的 丈夫若死了 妻子就自由了 可以随意再嫁 只是要嫁给主里面的人 然而 按我的意见 他若能守折就更有福气 我想 我自己也有上帝的灵的感动 关于祭过偶像的食物 我们晓得 我们都有知识 但知识使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 他其实仍不知道 他所应当知道的 若有人爱上帝 他就是上帝所认识的人了 关于吃制过偶像的食物 我们知道 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 也知道 上帝只有一位 没有别的 虽然在天上或地上 有许多所谓的神明 就如他们中间 有许多的神明 许多的主 但是我们 只有一位上帝 就是父 万物都出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并只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而有 我们也是借着他而有 可时 不是人人都有这知识 有人到现在因拜惯了偶像 仍要为所吃的 吃制过偶像的食物 既然他们的良心软弱 也就污秽了 其实 食物不能使我们更接近上帝 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 吃也无益 可时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这自由 竟成了软弱人的半脚石 若有人见你 这有知识的 在偶像的妙女座席 而这人的良心是软弱的 他岂不放胆去吃那 祭过偶像的食物吗 因此 基督为他死的那 软弱弟兄 也就因你的知识沉伦了 你们这样得罪弟兄 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 就是得罪基督 所以 食物若使我的弟兄跌倒 我就永远不吃肉 免得使我的弟兄跌倒了 哥林多前书 第九章 我不是自由的吗 我不是使徒吗 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 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工作的成果吗 假若对别人来说 我不是使徒 对你们来说 我总是使徒 因为你们在主里 正是我作使徒的凭证 对那些质问我的人 这就是我的答辩 难道我们没有权利 靠着全福音吃汗吗 难道我们没有权利 带着信主的妻子一起出入 如同其余的使徒 和主的兄弟们 和基法一样吗 只有我和巴拿巴 没有权利不做工吗 有谁当兵而自备良享呢 有谁栽葡萄园 而不吃园女的果子呢 有谁牧养牛羊 而不看牛羊的奶呢 我说这些话 岂是照一般人的说法 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 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 牛在踩谷的时候 不可拢住他的嘴 难道上帝所惯念的是牛吗 他不存是为我们说的吗 的确是为我们说的 因为耕种的要传着指望去耕种 收割的也要传着分享谷物的指望去收割 我们既然把属灵的种子杀在你们中间 若从你们收取养生之物 这还算大事吗 假如别人在你们身上享有这权利 何况我们呢 然而 我们并没有用过这权利 倒是凡事忍受 免得基督的福音受到阻碍 你们岂不知在圣殿共职的人 吃圣殿中的食物吗 再祭坛事后的人分享坛上的供物吗 主也是这样命令 要传福音的人靠着福音养生 但这权利我传言没有用过 我写这些话 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 因为我宁可死亚不让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 我传福音原本有可夸要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 我就有和了 我若甘心做这事 就有赏词 若不甘心 责任却已经托付给我了 这样 我的赏词是什么呢 就是 我传福音的时候 使人不花钱得福音 免得我用尽了传福音的权利 我虽然是自由的 不受人管轻 但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伯人 为赢得更多的人 对犹太人 我就作犹太人 为要赢得犹太人 对律法以下的人 我虽不在律法以下 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 为要赢得律法以下的人 对没有律法的人 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 为要赢得没有律法的人 其实我在上帝面前 不是没有律法 而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 对软弱的人 我就作软弱的人 为要人得软弱的人 对什么样的人 我就作什么样的人 无论如何 我总要救一些人 凡我所做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共享这福音的好处 你们不知道在运动场上赛跑的 大家都跑 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也要这样跑 好使你们得着奖赏 凡参加竞赛的 在各方面都要有节制 他们不过是要得会扭坏的冠冕 我们却是要得不会扭坏的冠冕 所以我奔跑 不像无目标的 我兜拳 不像打空气的 我克制己身 使他完全信服 免得我全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而被淘汰了 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 都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 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粮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 所喝的是出于跟随着他们的灵盆石 那盆石就是基督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 所以倒闭在旷野里了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尴尬 使我们不要贪恋恶事 将他们贪恋过的一样 也不要拜偶像 将他们中 有些人曾经拜过 如经上所记 百姓坐下吃喝 起来玩乐 我们也不可犯奸淫 将他们中 有些人曾经犯过 一天 就倒闭了二万三千人 也不可试探主 将他们中 有些人曾试探主 就被蛇咬死 你们也不可发怨言 将他们中 有些人曾经发过 就被毁灭者所灭 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 要作为尴尬 而且写下来 正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所以 自以为站得稳的人必须谨慎 免得跌倒 你们所受的考验 无非是人所承受得了的 上帝是信实的 他不会让你们遭受无法承受的考验 在受考验的时候 总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让你们能忍受得了 所以 我亲爱的 你们要远备拜偶像的事 我好像对精明人说的 你们要辨别我的话 我们所触借的杯 可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抹开的饼 可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 因为饼只是一个 我们虽然人多 仍是一体 我们同享一个饼 你们看那按肉体是以色列人的 那些食制物的人 可不是与祭坛有份吗 那么 我怎么算呢 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了什么吗 或许偶像算得了什么吗 不 我是说 他们所欠的祭是祭鬼 不是祭上帝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来往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 又喝鬼的杯 不能吃主的盐值 又吃鬼的盐值 我们要惹主的质恨吗 我们比他更强吗 凡事都可做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做 但不都造就人 无论什么人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而要求别人的益处 凡市场上所卖的 你们只管吃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 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主 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吃饭 而你们也愿意去 凡摆在你们面前的 只管吃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 若有人对你们说 这是欠过祭的物 那么 为了那告诉你们的人 并为了良心的缘故就不吃 我说的良心不是你自己的 而是他的 我的自由 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评断呢 我若借因而吃 为什么因我借因的物被人委扑呢 所以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 你们不要使犹太人 希腊人 或上帝教会中的人跌倒 但要像我一样 凡事都使众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使他们得救 哥林多前书 第十一章 你们该效法我 将我效法基督一样 我称赞你们 因为你们凡事记得我 又坚守我所传授给你们的 但是我要你们知道 基督是男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上帝是基督的头 凡男人讨告或讲道 若蒙着头 就是羞辱自己的头 凡女人讨告或讲道 若不蒙着头 就是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女人若不蒙着头 就该剪了头发 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 就该蒙着头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 因为他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 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起初 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 女人却是由男人而出 而且男人不是为女人做的 女人却是为男人做的 因此 女人为天使的缘故 应当在头上有复权并的记号 然而 按主的安排 女人不可没有男人 男人也不可没有女人 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 男人是借着女人而生 但万有都是出于上帝 你们自己要判断 女人讨告上帝 不蒙着头合宜吗 你们的本性不也教导你们 男人若留长头发是他的羞辱吗 但女人留长头发是他的荣耀 因为这头发是给他与头的 若有人想要辩驳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 上帝的仲教会也没有 我现在吩咐你们这话 不是再称赞你们 因为你们聚会是有损无益的 首先 我听说你们教会聚会的时候 有分裂的事 我也有些相信这话 在你们中间必然有分裂的事 好使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显明出来 你们聚会的时候 不是在吃主的晚餐 因为吃的时候 各人才吃自己的饭 甚至有人饥饿 有人走醉 难道你们没有家可以吃喝吗 还是你们藐视上帝的教会 使那没有的羞愧呢 我该对你们说什么呢 我要称赞你们吗 在这事上我绝不称赞你们 我当日传谈你们的事 从主所领受的 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捉借了就抹开 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 他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药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来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宣告主的死 直到他来 所以 任何不按规矩吃了煮的饼 喝了煮的杯 就是干饭煮的身体和煮的血料 人应该省察自己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他的吃喝就是定自己的罪了 因此 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我们若是先省察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判 我们受审判的时候 就是被主管教 这样就免得和世人一同被定罪 所以 我的弟兄们 你们聚会吃晚餐的时候 要彼此等待 若有人饿了 要在家里先吃 免得你们聚会 反备定罪 其余的事 等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哥林多前书 第十二章 弟兄们 关于属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你们知道 你们在外帮人的时候 随时被引诱 受了迷惑去拜不会出声的偶像 所以 我要你们知道 被上帝的灵感动的 没有人会说耶稣该受助就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 因此有许多种 却是同一位圣灵所持 事奉有许多种 却是事奉同一位主 工作有许多种 却是同一位上帝在万人中混行万事 圣灵彰显在各人身上 是要使人得益处 有人借着圣灵领受智慧的言语 有人也靠着同一位圣灵领受智慧的言语 又有人由同一位圣灵领受信心 还有人由同一位圣灵领受医病的因词 又有人能行义能 又有人能作先知 又有人能辨别诸灵 又有人能说谎言 又有人能翻谎言 这一切都是由唯一的 同一位圣灵所运行 随着自己的旨意分给各人的 就如身体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 身体的肢体虽多 仍是一个身体 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 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 并且共享这位圣灵 身体原不只是一个肢体 而是许多肢体 假如脚说 我不是手 所以不属于身体 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 假如耳朵说 我不是眼睛 所以不属于身体 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 假如全身是眼睛 听觉在哪里呢? 假如全身是耳朵 臭觉在哪里呢? 但现在 上帝除自己的意思 把肢体一一安置在身体上了 假如全都是一个肢体 身体在哪里呢? 但现在肢体虽多 身体还是一个 眼睛不能对手说 我用不着你 头也不能对脚说 我用不着你 不但如此 身上的肢体 人以为软弱的 更是不可缺少的 身上的肢体 我们认为不体面的 愿发给他加上体面 不雅观的 愿发装饰得雅观 我们雅观的肢体 自然用不着装饰 但上帝配搭这身子 把加倍的体面 带那有缺欠的肢体 免得身体不协调 总要肢体彼此照顾 假如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假如一个肢体得光荣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你们是基督的身体 并且各自都是肢体 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 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次是行义能的 再次是医病的恩慈 帮助人的 治理是的 说方言的 难道个个都是使徒吗 难道个个都是先知吗 难道个个都是教师吗 难道个个都是行义能的吗 难道个个都是有医病的恩慈吗 难道个个都是说方言的吗 难道个个都是方言的吗 你们要追求那更大的恩慈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哥林多前书 第十三章 我若能说人间的方言 甚至天使的语言 却没有爱 我就成为明的罗 响的不一般 我若有先知广度的能力 也明白各样的傲备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齐备的信心 使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了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财产救济穷人 又牺牲自己的身体让人夸赞 却没有爱 仍然对我无益 爱是行狗忍耐 爱是仁慈 不侄道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无礼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烦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宜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永远不止息 先知广度的能力终必消逝 说谎言之能终必停止 知识也终必消逝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说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必消逝 我作孩子的时候 说话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长大成人 就把孩子的事 丢弃了 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都那时 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认识的有限 都那时就全认识 如同主认识我一样 如今常存的有这三样 信 望 爱 其中最大的 是爱 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你们要追求爱 也要切勿属灵的恩慈 尤其是作先知广度 那说谎言的 不是对人说 而是对上帝说 因为没有人听得懂 他是借着圣灵 说各样的奥秘 但作先知广度的 是对人说 要造就 安慰 圈面人 说谎言的 是造就自己 作先知广度的 是造就教会 我希望你们都说谎言 更希望你们作先知广度 因为说谎言的 若不解释出来 使教会得造就 那作先知广度的 就比他强了 但兄们 我到你们那里去 若只说谎言 不用启示 或知识 或预言 或教导 给你们讲解 我对你们有什么益寸呢 就连那有声 而没有生命的东西 如笑 如琴 发出来的音若没有分别 怎能知道 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 号角吹出来的音若不清楚 谁会预备打仗呢 你们也是如此 若用舌头说听不懂的信息 怎能知道 所说的是什么呢 你们就是向空气说话了 世上有许多种语言 它没有一样是无意识的 我若不明白那语言的意思 说话的人 必以我为未开化的人 我也以他为未开化的人 你们也是如此 既然你们只无属灵的恩赐 就当追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所以 那说方言的 就当祈求有番方言的恩赐 我若用方言讨告 是我的灵再讨告 但我的理智没有效果 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要用灵讨告 也要用理智讨告 我要用灵歌唱 也要用理智歌唱 不然 你用灵足借 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 既然不明白你的话 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 说阿门呢 你的感谢固然是好 不过不能造就别人 我感谢上帝 我说方言给你们众人还多 但在教会中 我宁可用理智说五句 教导人的话 强过算万句方言 弟兄们 在心智上 不要作小孩子 但是 在恶事上 要作婴孩 而在心智上 总要作大人 律法上记着 主说 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 和外邦人的嘴唇 向这百姓说话 虽然如此 他们 还事不听从我 这样看来 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作标记 而是为不信的人 作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作标记 而是为信的人 所以 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 若到说方言 偶然有不通方言的 或是不信的人进来 豈不会说你们疯了吗 若个个都作先知讲道 偶然有不信的 或是不懂方言的人进来 就被众人劝戒 被众人审问 他心里的隐情被显露出来 就必将脸伏地 敬拜上帝 宣告说 上帝真的事在你们中间了 帝兄们 那么你们该怎么做呢 你们聚会的时候 各人或有诗歌 或有教导 或有启示 或有方言 或有翻出来 凡事都应当造就人 若有说方言的 只可有两个人 至多三个人 且要轮流着说 也要有一个人翻出来 若没有人翻 就当在会中闭口 只对自己和上帝说 就是了 至于作先知讲道的 只可有两个人 或是三个人 其余的人 当神思明辨 假如旁边坐着的 得了启示 那先说话的 就当闭口不言 因为你们 都可以一个一个地 作先知讲道 使众人都可以学习 使众人都得勸勉 先知的灵 是信服先知的 因为上帝不是叫人混乱 而是叫人和谐的上帝 在圣徒的宗教会中 妇女应该闭口不言 因为 不准他们说话 总要信服 正如律法所说的 他们若要学什么 应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 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 是可耻的 难道上帝的话 是从你们出来的吗 难道是丹临到你们的吗 若有人自以为是先知 或是属灵的 就应该知道 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 若有不理会的 你们也不必理会他 所以 我的弟兄们 你们要切勿作先知讲道的恩赐 不要禁止说谎言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 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 大兄们 我要你们认清我先前全给你们的福音 这福音你们领受了 又靠着他站立得住 你们若能够持守我全给你们的信息 除非你们没有真信 你们也会因这福音得救 我当日所领受有全给你们的 最重要的就是 照圣经所说 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还显给基法汉 又显给十二使徒汉 后来一次显给五百多帝兴汉 其中一大半到现在还在 却也有已经睡了的 以后他显给雅各汉 再显给众使徒汉 最后也显给我汉 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称为使徒 因为我曾迫害过上帝的教会 然而 由于上帝的恩典 我才成了今天的我 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典 不是徒然的 我被众使徒格外劳苦 其实不是我 而是上帝的恩典与我同在 无论是我或是其他使徒 我们都如此传 你们也都如此信了 既然我们传基督 是从死人中复活了 怎么在你们中间 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基督就没有复活了 基督若没有复活 我们所存的就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这样 我们甚至被当作是为上帝妄作见证的 因为我们见证 上帝是使基督复活了 如果死人真的没有复活 上帝就没有使基督复活了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就是图然 你们仍活在罪里 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 也灭亡了 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怜了 其实 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 成为碎鸟之人初熟的果子 既然死是因一人而来 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 在阿当里众人都死了 同样 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但各人是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 初熟的果子是基督 然后在他来的时候 是那些属于基督的 最后终结到了 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权能的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给赴上帝 因为基督必须掌权 让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他要毁灭的最后仇敌就是死亡 因为经常说 上帝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 既然说万物都伏了他 那使万物屈伏的 很明显地是不在其内了 既然万物伏了他 那时 只也要自己顺服那叫万物伏他的 好使上帝在万物之中 在万物之上 不然 那是为死人受洗的 能做什么呢? 如果死人不会复活 为什么替他们受洗呢? 我们为什么要时刻冒险呢? 大兄们 我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女 指着你们 我所夸的极力地说 我天天冒死 从人的观点看来 我当日在以忽所和野兽搏斗 对我有什么益存呢? 如果死人没有复活 让我们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不要被欺骗了 濫交朋友拜坏品德 你们要醒悟为善 不再犯罪 因为有人不认识上帝 我说这话是要使你们羞愧 但是有人会问 死人怎样复活呢? 他们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无知的人啊 你所种的 若不死 就不能生 并且你所种的 不是那将来要有的形体 无论是墨子或别样穀物 都不过是子粒 但上帝除自己的意识 吸他一个形体 并叫各等子粒 各有自己的形体 不是所有的肉体都是同样的 人是一个样子 兽又是一个样子 鸟又是一个样子 鱼又是一个样子 有天上的形体 也有地上的形体 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个样子 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个样子 日有日的光辉 月有月的光辉 星有星的光辉 这星和那星的光辉也有区别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 所种的是会扭坏的 复活的是不扭坏的 所种的是羞辱的 复活的是荣耀的 所种的是软弱的 复活的是强壮的 所种的是血肉的身体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既有血肉的身体 也就有灵性的身体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 首先的人阿当 成了有生命的人 末后的阿当 成了似生命的灵 但是 不是属灵的在线 而是属血肉的在线 然后才是属灵的 第一个人是出于地 是属于尘土 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那属尘土的怎样 凡属尘土的也都怎样 属天的怎样 凡属天的也都怎样 就如我们既有属尘土的形象 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象 帝兄们 我要告诉你们的事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便扭坏的也不能承受不扭坏的 我如今摆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死 而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刹那 雜眼之间 浩童末次吹响的时候 因浩童要吹响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扭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这会扭坏的 必须变成不扭坏的 这会死的 总要变成不会死的 当这会扭坏的 变成不扭坏的 这会死的 变成不会死的 那时经上所记 死亡已被胜利吞灭了的话 就应验了 死亡啊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亡啊 你的毒刺在哪里 死亡的毒刺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上帝 他使我们借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性 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无要坚固 不可动摇 尚尚揭力多做主公 因为你们知道 你们在主女的劳苦不是图然的 歌临多前书 第十六章 关于为圣徒捐款的事 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泰的宗教会 你们也该怎样做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每人要照自己的收入抽出药干 保留起来 免得我来的时候现筹 等到我来了 你们写信举箭随 我就猜遣他们 把你们的款项送到耶路撒冷去 如果我也该去 他们可以和我同去 我想穿越马其顿 我经过了马其顿后 就到你们那里去 可能会和你们同住一些时候 甚至和你们一起过冬 这样无论我往哪里去 你们可以给我送行 我现在不愿意在路过的时候见你们 主若允许 我就只望黄你们同住一些时候 不过我要营救住在以弗所 直到五旬节 因为有又宽大又有效的门为我开了 虽然反对的人也多 若是提摩泰来到 你们要留心照顾他 使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 因为他做主的工作像我一样 所以 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 只要送他平安前行 让他到我这里来 因为我等着他和弟兄们同来 至于阿波罗弟兄 我再三劝他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 但现在他绝不愿意去 等有机会他就会去 你们要警醒 在信仰上要站稳 要勇敢 要刚强 你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凭爱心而做 帝兄们 你们知道 斯提范那一家 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 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 我劝你们信服这样的人 和一切与他同工同劳的人 斯提范那 福陶拿刀 和阿该古到这里来 我很高兴 因为他们保详了 你们不在我身边的遗憾 他们使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慰 这样的人 你们无要敬重 阿世亚的宗教会向你们问案 阿巨赖、白纪赖和在他们家里的教会 在主里热切地向你们问案 众弟兄都向你们问案 要用圣洁的吻彼此问案 我保罗亲不问案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该受助就 主啊 愿你来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 尝与你们众人同在 我在基督耶稣女的爱 与你们同在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